自从上九溪参加完何超连的生日会后 许多人就把上九溪也当成了富二代 原因是在斗校舍中 上九溪小的时候 曾跟母亲一起去澳门旅游 而作为辽宁抚顺人的上九溪 在90年代能够去澳门旅游 许多人都纷纷猜测上九溪的家境不一般 从而坐实了上九溪是富二代的人设 并且声称上九溪能够买下德云社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看到这些的上九溪也不得不回到小剧场发布了声明 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认识的朋友也是走向社会才认识的 后来我看不行我得回回小剧场 我得做个声明 我再不回来他们的时候我们把恒人设满前 其实对于德云社的神奇交友圈来说 上九溪能跟何超连做朋友 相信很多人并不意外 而上九溪的回应也告诉了大家 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是他的作品 而不是他的生活 大家关注的应该是在舞台上的他 从一个岌岌无名的编导 到如今开个人专场 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辛苦 怕是许多人都想象不到 从事相声已经十年的时间 在德云社众多徒弟中 上九溪可能就是一个打工者 没有关系 没有人脉 所有的成绩都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而面对在斗校社中 上九溪是活在花絮中的男人 而在追光吧 出舞台也只有30秒时间 对于这些 上九溪的回复就是 在过程中做过许多努力的事情 但是没有被放在大家能看到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遗憾 就像上九溪歌中唱的那样 每一次经历 都是在给人生加戏 人生才是最主要的 对 我觉得我想写的状态就是 我在整个过程中 可能我做了很多很丰满的事 但确实就是说的 你做的努力 没有被放在一个 大家能看见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遗憾 你都在强调 我中在意 我在节目里活成花絮 但是你没有人去强调我的后半句 我写的词的后半句就是 其实每一次经历 都是给人生加戏 其实人生才是我的关键 从剧场的小企鹅 到如今的专场 虽然更多的时间 都是活在花絮里的男人 但凭借着好的心态 上九溪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用郭德纲的话来说 就是诞行好事 莫问前程 其实对于上九溪 是不是富二代 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重要 大家更多关注的是 舞台上的那个小企鹅 而对于富二代上九溪已经辟谣 上九溪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向的成功 从一个积极无名的编导 到如今舞台上 可以开办个人专场 上九溪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 上九溪的辟谣 也是希望自己的努力 不要被一个富二代的名头而取代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舞台上努力的他 他也值得大家去爱 期待上九溪走上更大更好的舞台